第七題 乘題六 請問光繪的位移為多少公尺 我們知道位移就是位置的移動 我們只管開始在哪裡 結束在哪裡 這兩個之間的直線距離 就是我們的位移的大小 方向就是我們位移的方向 那麼我們從題六知道 我們的光繪最早是從學校出發 最後到達圖書館 所以在圖上面 他總共走了兩格 圖上一千公尺分做五格 所以每一格是兩百公尺 所以走了兩格 所以他總共的走的大小是四百公尺 但是題目上面說 東方為正 而圖書館是在學校的西邊 所以他的位移是負四百公尺 因此第七題問我們說 請問光繪的位移為多少公尺 我們答案選的是C 負四百公尺